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最高等级的核事故 其产生的废水同正常运行的核电站废水完全是两码事 否则这些年日方也就没有必要用罐子把这些水严密封装起来了 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评估报告指出 如果福岛核电站寒川废水排入海洋 将对周边国家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同时现有经过处理的废水中仍含有其他放射性核素 需进一步净化处理 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也认为 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需要持续跟踪观察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 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 从排放之日57天内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 十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绿色和平组织和专家指出 日本核废水所含碳14在数千年内都存在危险 并可能造成基因损害 4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此表示 机构注意到各方对此事的关切 理解此事正受到全球关注 机构愿以公正客观科学的方式 积极推进机构对此的评估和监督工作 与各利益攸关方加强沟通 努力避免此事进一步危害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对于这些权威机构和专家的意见 日方应予于诚实回应 而不能充耳不闻 更不能罔顾国际公共利益 将福岛沟沟水往海里一道了之